Hello 大家好 今天穆sir就打算和大家讲这个天下第一剑的故事 有什么特别之处要叫天下第一剑呢? 这把其实它的名字叫做月黄勾钱剑 月黄勾钱即是在我们春秋时期的人物 在他身上有一个很出名的诚语你都知道的 我身上胆 那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 大概是说他去吴王夫妻身边做的那些下人做的很辛苦的事情 没错 你说得对的 他的确是因为当时这个吴王夫妻 其实就不是他开始和月黄勾钱结下的仇恨 是吴王夫妻的父亲吴王和月黄勾钱结下的仇恨 曾经这个合雷在这个月黄勾钱的父亲过世的时候 他就特意趁着月黄扮丧事攻打这个月黄 当时月黄的战斗力不在吴国之下 所以那场仗最后吴国是大败的 而当中吴王合雷也受了重伤 在吴王合雷临终之前 他就交代给他的儿子父亲一定要报仇这个恨 后来父亲越来越强大的时候 他就出兵攻打这个月黄勾钱就投降 本身勾钱其实是想自重的 但是他身边有两位忠臣 一位就是民众 另一位就是范黎 这两位忠臣就建议欧钱求和投降 并且去到吴国做辅差 希望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 才再次復国兴邦 当时范黎更加出谋献策 就告诉欧钱知道 在吴王身边有位奸臣叫做白痞 可以利用他游水这个辅差 让他不要杀他 当时辅差身边有个忠臣 那个忠臣大家都知道了 就叫吴子衰 吴子衰就说 其实应该要斩草除根 但是当时辅差就认为 这个月黄已经甘愿来做下人 没有杀伤力了 所以就放了他入马 但是他有什么理由 叫敌人来自己的国家做下人 是他自己要求的 最后过了三年之后 这个下等人的生活 辅差最后就放了勾钱 回到他自己的越国 回到越国之后 他依然是记住当时的辛苦 所以为什么会饿身和尝胆呢 就是躺在柴身上 让他记起当时做下等人的生活 几个淒淡 同时也挂着胆子 每天都要尝这个苦胆 他真的挂了个真的胆子 当然是真的 而同一时间 他手下的两位大臣 都继续辅助他 一个是处理政事 另一个是处理国家军事 所以令到越国在这个过程当中 亦都蒸蒸日上了 而相反 吴国就因为他要在中原争霸 所以当时就不顾人民的死活 附差听了刚才我所说的那位奸臣白痞的说话 杀了这个五子衰 其实就象征着他这个吴国的国势 开始慢慢走下坡 那最后越皇欧钱就在一次战争当中 就终于将这个吴国所消灭 而欧钱也都成为春秋霸主当中最后一位了 那西施呢 西施就相传是和梵荔之后离开了 那这个就有机会再说西施的故事 那今次我们要说的呢 就是越皇欧钱他手下的这把剑了 那这把剑是何时被发现的呢 我们刚才说越皇是春秋最后一位霸主 距离现在都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他这把剑是去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被发现的 那时在湖北省的江陵地区 就连续两年有干旱 那当时政府就决定在京门江河那里 收据一条水渠去灌溉附近的农田 那在收据这条水渠的过程当中呢 去到纪南城西北大概七公里的位置呢 这个开挖队就发现那里的土层有点不一样 像是以前的人在那里坑捉过 就是不是普通自然而形成的土层 那便通知了这个考古队去到那里 于是就发现了这个大型的巫月 而且不止一族 应该有五十多族 是谁的巫月 是楚国贵族的巫月 但是为什么越国的剑会在楚国的巫月里呢 这个我们一会儿说 这片的古墓群就被称为望山楚墓 那到了1965年的12月呢 这个考古队呢 就终于在其中一个巫月的内观 那个巫月的旁边呢 找到一把呢 装在一个七木的剑锹里面的青铜剑 这把青铜剑一拿出来呢 不得了 还是没有生瘦的 嗯 经过二千多年 而这把青铜剑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是月黄勾钱的剑 那你怎么知道它是月黄勾钱的剑呢 因为 那把剑上面刻着月黄勾钱自用剑 哦 我还以为有什么要推敲出来的 嗯 就没有的 那把剑上面呢 就刻着了八个字的 就刻着了月黄勾钱自作用剑 OK 那么 那 那 其实呢 在我们中国国家博物馆里面 都有一把月黄勾的 不过那把月黄勾上面呢 就没有刻下任何这些名物 那 所以就不知道是谁的了 而且事实上呢 呢 春秋时期月黄的剑呢 是非常之多的 我们今天出土了呢 就已经有四把 分别呢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把 月黄勾钱剑 月黄者子于月剑 月黄不秀剑 这四把 那其实在中国古代的十八般兵器当中呢 我们这个剑呢 被称为白兵之和 由商朝开始的短备手 到了东周时期 吴月地区的这个铸剑术呢 已经越来越发达了 那为什么这个月国的人这么厉害呢 根据这个汉书地理志里面呢 就讲到呢 古代的越国人呢 勇武和号剑著称的 就是他们很喜欢打 也都很喜欢用剑 因为在我们古代的这个南方地区 范子的南方地区 一个是两个国家 一个就是吴国 刚才说的 另一个就是越国 吴国本身呢 它的发源地呢 是姓基的 它本身呢 就是以太湖为中心一带的 包括了江苏的南部 浙江的北部 和安徽的东南部 这些地区 而在下面的越国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越族人 所生活的地方 那就是它和本身的中原民族呢 是在文风上面 是有本质的不一样 那而且因为呢 去到春秋的晚期呢 当时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呢 本身春秋时期的战争呢 就主要以车战为主 车战就是软功 所以基本上是矛啦 箭啦 是比较用得多的 但是到春秋晚期开始 战争的规模呢 越来越多样化 有些短兵相接的时候呢 箭的使用程度呢 也都越来越高了 那所以在战争频繁的之下呢 吴越地区的箭呢 的数量也都越来越多 而这把越黄欧铅 发现了之后呢 我们经过复旦大学的 静电加速实验室的这个检测 发现这把青铜箭里面呢 它的成分呢是很多元化的 包括了铜啦 石啦 银啦 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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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啦 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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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采用了複合的金属工藝 即是合金 而它当时是分开两次去驻造的 首先第一次先驻造含酮量较高的剑石 之后再驻造石含量较高的剑刃 因为酮的溶点比较高 就可以承受第二次驻造的高温 而不会溶化 很化合 所以最后这把剑可以做到既锋利又坚硬 而且没有容易生手 根据古月书所记载 月和欧茜非常喜欢这些宝剑 它手下有五把宝剑 全部都是由一位非常出名的驻剑师 叫做欧野子所驻造的 所以说我们今次发掘出来这把月和欧茜 很大机会出自于欧野子之手 或者当时在这个吴月地区 还有很多驻剑大师 包括肝像、蜂狐子等等 肝像是他的女婿 然后莫邪就是他的女儿 他们两个就驻了一把叫莫邪肝像剑都很出名 回到我们现在这个考古的现场 那为什么这把月皇欧茜剑会出现在这个楚国的墓当中呢? 那些学者分析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这把剑其实是一个嫁妆 欧茜就曾经把他的女儿嫁给楚超王 因此这把剑很大机会就是他当时嫁女送过去楚国的一个嫁妆 之后楚超王就可能将这把剑就刺给某些贵族 所以就成为了贵族的陪葬品 另一种说法就是说这把剑其实是战利品来的 因为公元前的309年至306年期间 楚国就出兵越国 灭越国的时间就可能因此就夺得了这把剑 那就成为了某些贵族的陪葬品 我觉得第二个可信点 有没有理由嫁女送把剑给他好像好金杂白 都不是的 不同时期的嫁妆又不一样的 以前送的那些 应该都有送什么肉额的 妈妈送的 哦 我不知道这个 还有一个不解之迷就是 为什么这把剑 我们发掘出来的青铜剑有很多 但是这把剑居然千年都不受 因为它是合金 然后埋在地上又没有空气 好像那个女尸那样 对 其实跟女尸的原因差不多 那说法就是说 整把剑的含铜量呢 是有八成至八成三那么多 而含石量大概是16%左右 当中再加上少量的银和铁 那大家都知道 读过中生化学都知道 铜是一种不活泼的金属来的 那不是那么容易和这个空气产生反应 氧化反应 对 没错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这把剑埋在墓地底下 而这个墓室的四周围 和上次说的这个西汉链丝 是相类似 是有一层相当厚的白膏泥 就是白色的黏土 是封在四周围 所以令到整个墓室里面的空气 基本上可以说是和外界隔绝了 那现代的科学研究就证明 在完全隔绝了这个氧气的提供之后 就算里面有水 即是中性的水 或者酸性的水 微酸性的水 都不会令到这把剑容易出现生瘦的现象 那但是它和一个墓室里面其他的剑又没有生瘦? 其他没有剑 只有一把剑 是 而再者 在这个望山一号的这个墓穴当中 附近有地下水流经 可以证实 其实这个墓室曾经一度长时间 是被地下水所浸泡的 而地下水的酸碱值 基本上就是中性 而在这个地下水浸泡之下 其实里面所能够存在的空气 可能会更加少 所以也证实了为什么它一直 都可以保存得这么好 这把剑更加厉害的地方 其实是在剑柄当中 它下面有11个同心圆的黑纹 而每一个黑纹的深度 都是0.2毫米 这个精确的技术 相信我们现今的这个技术 都很难去做到的 那些学者认为 这个月黄欧针剑 经过这个流化酮的处理之后 就可以做到防止这个瘦食 但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 在春秋时期 是不是当时我们的先祖 已经发明了这个流化的处理呢 因为这个流化的处理 相关的专利应该是上世纪 才分别在德国和美国发明 所以这把二千多年都没有附蚀的 这把月黄欧针剑 一发现了出来 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国宝 今天就放在河北省的博物馆当中 但是它是不是在紫金发现的剑里面 保存得最好 以二千多年来说 的而且确它是保存得最好 而且它的这个文化价值也很高 因为它真的刻着是月黄欧针的剑 但是它的名字不一样 就是它以前的名字 其实它的正确写法 它以前是这样写的 那个名字呢 那样东西又有点争议的 有些人认为呢 其实它不是欧针的剑 它是另一个月黄的剑 不过呢 博物馆都说它是月黄欧针剑 就是它那个可能是一个异体 有些人认为是欧针剑 是的 那今集呢 关于这个天下第一剑 和月黄欧针的故事呢 就讲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这段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 留言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个铃铛 下次再跟大家讲其他中国历史 拜拜